在香港的兼顧國安公署 就圓了5億多的房子 在北架山買了一個超級的豪宅 這個豪宅我看到的報導有5間房 還有5個套房有7000多平方呎 接著有私人的車庫 還有它可能是裡面有寝 接著它可能是單條路折押的 就是它沒有和外面有任何的接觸 就是那個地方的豪宅 這個是國安處去買 可能大家現在都質疑是否它沒有交過印花稅 還有它的錢是哪裡來的 現在都引起一些爭議 但是現在都看到要建制派的議員 前保安局局長都要出來曝火解謀 因為現在這個時候你知道香港的樓市都跌著 都跌著的嘛 好像詩文青都說的 那些發展商的跌都要賣的 保不到本都要賣的現在 但是現在都成交都是 跟以往相比都沒得比 香港有預計的說 香港有四萬多個agent 一年平均的數字去說呢 一年大家每一個人得成 就是一單成交 是的 這個問題相當嚴重的 我翻查回剛剛這個週末 11月5號和11月6號 十大香港屋苑 譬如黃道 太古城 美孚等等 十大香港屋苑 你猜一下兩天有多少宗成交 那幾宗成交 你想一想 是十宗 八宗 只有四宗 每天兩宗成交 就是你剛剛說的那個數字呢 其實已經說多了 四萬多個agent 一年只有一宗成交 就是一年四萬多宗成交 那三百六十五天呢 每天都起碼十宗成交看外 但是你看看 兩天 每一天兩宗成交 可見呢 香港現在很慘 十八個星期以來的伸低 可以說呢 完全那個樓價有家沒有市 落在那個地方那裡 甚至市已經在下落了 基本上市又要下落 又沒有這個交頭 根本上這個市 現在的市根本反映不了實際狀況 這叫信心危機 那很多人都不知道呢 就是問題已經出現得非常嚴重 依然還拿著香港搭樓 我不知道是怎麼樣 是不是一起要飛鵝撲火呢 但是肯定有一點 有些人知道不要緊要的 托市 一 這個國安公署 用5.08億去買入 九龍半山下 這個農區道的這個提山別墅 這個提山別墅呢 就是 很有趣的 它是七千多公尺 五房五套 那究竟做些什麼呢 它車價都不少的 車價是七萬零八百四十一元 我沒有說錯字了 七萬零八百四十一元一呎 那你想一下 七千多呎 七一七一平方英尺的單位 它用五房五套 國安公署所為何事呢 是用來住呢 還是用來辦公呢 不知 但是它買 用這麼貴的錢買 那為什麼這個數字報得到呢 因為香港的法律規定 所有的交投都要報上去的嘛 你查這個美元中聯的 所有的網站 都說所有的數字報了給你聽的嘛 那這個東西的話呢 就在你報的 5.08億破天荒天價去買 太高 高的目的是什麼 托市粉飾太平 但是重點不是托市那麼簡單 而是講給 全世界知道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香港的國安 維護國家安全公署 不需要花你香港納稅人本分錢 用中國的財政 全部支援了這筆收入 所以很多記者問過 是否要香港公共的錢呢 這個不是重點 就是說中國大把錢印出來換港幣 給你買 那這個這樣的買法呢 就是換言之 這個開了個先例呢 以後很多事情都會進去解放軍 譬如說你那些什麼外交駐港公園官署 什麼官員公署 另外這個國安公署 全部都是這樣做 好了 上行下後風行草業 然後全部香港的警隊啊 消防隊啊 全部可以用公帑做啦 同時公帑沒有人幫你守護了嘛 你看一下 所有的立法會議員 都不會刪減預算的嘛 全部是橡皮圖出來的嘛 就是把你所有交的 立法性的錢全部用光光 你反抗就說你先當罪 再吵國安法事後 這個就是現在很大的問題 所以剛剛主持人問這個情況 我會覺得是一個很憂心的情況 香港已經很大劑的了 那個國際金融峰會開到很離譜 其實最大的問題 不是那五個外國總裁要離開香港 或者不參加的問題 也不是只是說 中國利用這個地方做大外宣 政治宣傳 找面積金貼 曼邦來朝天朝朝宫 不是說這個那麼簡單 而方星凱的一句說話 大家很少人注意到這個說話 證監會的副主席 在這個香港國際金融峰會裡面 講的什麼說話 叫那些外國銀行 那些每個外國銀行 每一個總裁 他的身家用錢打死這幫人的 叫那些這樣的大粒人 熟讀習近平二十大報告 和不要與中國和香港對賭 這兩個說話可點 什麼叫熟讀習近平二十大報告呢 其實我熟讀的很熟的 習近平二十大報告呢 講的中國式現代化 九大本質要求 第一個本質要求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 第二個本質要求就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那我就很明白了 就是說所有的人都騙你 共產黨一黨專制 沒有所謂的什麼 每個國家有第三條道路發展 第三條道路都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 所以這一點就是大家熟讀 怕了很清楚 所以我講給方星海知道 我讀完了 你讀了沒有呢就問他 第二件事就是說 不要與中國和香港對賭 Don't bet against China and Hong Kong 這個說話就是 暗示香港 is not China 他不是Don't bet against China and Hong Kong 他用英文說的 Don't bet against China and Hong Kong 那顯然就是香港 is not China 就是這樣說的 平衡抗待 所以方星海應該是國安法時候 第二件事就是 不要與中國和香港對賭 就叫回打個腦 講給大家知道 香港已經是中國一部份 它是我的金鸟 我的一隻手中的小鳥 我將它整死都沒有所謂 總之你不要挑戰我 其實那幫人怎麼會和中國對賭呢 這幫華爾街集團 怕希望中國 首屬兩端做生意的嘛 所以他們不會和中國對賭的 對著中國賺錢的 這番說話講給它知道 就是希望分霸 它和自由世界陣營的關係 這個就是真正的目的 而且整個問題都相當糾結 因為我看回整個中國經濟 這個問題也都是相當離譜的 你看回最新的國際金融協會 IRF 有40多間的金融機構組成的 最有公信力的國際金融協會 它說什麼呢 上個月10月中國股市正流出資金 76億美金 債市流出的資金12億美金加上88億美金 是10月單月很高的 9月股市流出7億美金 債市流出14億美金 你想一想 由21億美金9月 去跳升去到88億美金 這個相當可怕 而就是連續9個月流出 由2月俄烏戰爭到現在都流出 分分鐘有些俄羅斯的巨頭 去拋售中資股票 出售中國資產 接著華爾街這幫集團是跟 怕美國或者歐宏之裁 制裁會對中國展開此一 制裁全部避險 所以大家拋售 所以連續9個月流出 累計已經1,070億美金流出 9個月內流出的1,070億美金 這個外資撤出中國的金額 這個前所未有的撤資 而且首次外國證券投資資金 大幅度的撤資 香港外匯儲備資產總額 累計跌了800億 市場流動性減弱 港元撤息飆升 Hyper升到4.77774% 美金也是被加息 美國加息 港美的息差更加大 屢次已經碰到7.85億的藥方兌換保證 可以這樣說 5月12日起香港金管局已經四十次以上 承接港元的沽盤的了 達到2,411億左右 可以這樣說香港是極大部份是 所以香港是維持港元和美元 現在這個PAC這個所謂的 掛鉤其實是在虧很多錢 是用外匯的儲備大幅度地扔下去的 而銀行體系的總結 是跟銀行同業的借貸的問題 是跌破千億 已經只剩下969.77億 這個是11月8號的數據 那麼這個數據呢 如果跟今年5月中 3,370億比較 是跌了超過70% 是跌了超過70% 所以金銀隨水去 今時今日 香港大批的錢已經不拿走了 就不要說人才給人拿到新加坡 不用說這個問題了 中國大批的錢已經捲走了 那你今天再跟我說 要買一塊這樣的樓 你今天是叫做 在屍體上 在你自己一個病入高方的病人上面 塗脂抹粉 彰顯自己的霸權 就像習近平 最近出席的那個貴軍隊 穿了迷彩服 不是迷彩服的 軍隊的套裝 去參加這個軍委聯子總指揮的會議 要全面加強所有備戰打仗的決心態度 講的五個關鍵詞 鬥爭、備戰、打仗、聚焦和用勁 他說要用盡全部的精力向打仗聚焦 全部的工作要向打仗用勁 我覺得聚焦和用勁就像國下如果去洗手間 無論大小而變 是不是都在做同樣的動作呢 所以今時今日 這個習近平會使到這個國家這樣的問題 就是他整碗帽子都是聚焦和用勁的那種場所 搞到全部的東西就是想打卡 就是我今天帶著張又俠、何衛東和四個軍委委員 一起來彰顯給大家知道是一個訊息 我是勞勞掌握槍幹子 說的這堆說話 這些匪語 這些這樣的皮子 即是皮子 賊、流氓所說的說話 這些完全沒有讀過書的人 相喜歡說什麼聚焦、用勁的這些東西 完全是流氓式的術語 他喜歡大港特港 目的就是顯示到他的野蠻 好了 槍幹子如此 不幹子又怎麼樣呢 最近記者節 中國沒有記者 他搞了記者節 沒有真的是記者 只是黨的後線 他要所有的黨媒 都要勝黨 忠誠、堅定 要對黨的政策主張要貫徹執行 他說媒體的功能、記者的功能 就是做黨 永遠做黨的政策主張的散播者 他不是探求真善美 他要探求黨的意志 為黨是尖、為習是從 這個才是真真正正的媒體的功能 你看看他所有的槍幹子和筆幹子 他的實力 在這個時候 相見給大家看 他一場另一 他發表說話 沒有人能夠挑戰他 沒有人能夠挑戰他 這個就是他現在 他所做的一切東西的 最主要的目的 你說到今時今日 他是不是使得中國會變好一些 當然不會 中國現在呢 你會看到防疫 又說因為什麼 要精準防疫 但是呢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 原來洞下青年 我想這個都不會完 never ending 有些人說 預測明年的這個 年尾 但是我想這件事 never ending 你看看有多少人 去想反抗 但是他們的反抗 是很少的 他們想逃離開別人的禁閉 但是他們不會反抗你的政權 譬如說 我也都會逃離香港 我也很誠意 逃離一件事 繼續發聲 繼續反抗 是重要的 有些這麼勇敢的人 在香港那裡 沒有逃離到 去坐牢 是一件事 但是香港那裡 你能夠反抗 能夠造成的效果 不一定高 所以我們這一代的香港人 不走 也是有很遺憾的地方 走也是有遺憾的地方 兩天都很可能遺憾 但是現在中國的人 他們的問題就是 只是想逃離 他們只是想在被封禍的地區 逃離出去沒有封禍的地區 但是不知道整個中國 是一個大監獄 這個是中國共產黨組成 你逃離去逃離都好一個地方 除非你好像幾個人 龍湖地產那個 吳亞軍 蘇豪的潘石勒夫婦 碧桂園的楊國強婦女 世貿的房地產 許榮謀 富力的李斯莉 不要緊 他們都走得快 好世界 走在外面 那就不同了 你逃離大監獄 但是你走在中國裡面 有什麼意思呢 而且走不是重點 你走不走不是重點 走不走也有遺憾 問題是你有沒有反抗 你有沒有勇氣去反抗這個暴政 這個才是真真正正的問題 我們曾經做過 我們曾經去試過 我們現在今時今日都通過輿論 通過言論去做這一點 但是現在中國呢 這就是我們面對的一個難題 希望大家看到這個節目的人呢 他就明白一下 中國已經百孔千瘡了 是吧 我們都不要想著 香港會回復到一個真正的金融中心了 我想疫情過後呢 各方的這個研究 顯示人才都不會回來的 錢可能走了之後都會回來一些的 但是人呢 不會回來的時候呢 金融中心是玩完了 因為金融中心要靠的就是 法律體系啦 監管啦 信用啦 可預測性啦 司法獨立啦 國際規則遵守啦 你看李家超自己被制裁 而且他都不遵守國際規則 不會懲罰俄羅斯的事情 你要知道更加有一個大問題啦 人才沒有了 業務樓錢沒有了 那你想一想 怎麼可能有真正的國際金融中心呢 希望大家在香港的自求多福啦 希望海外的人呢 心力愉快 最重要是不要死 好好活 準備好等運動 嗯 沈文先生 可不可以多講幾句大陸的環境呢 因為我知道你比較好爽 是的 那麼二十大之後 二十大前後 大家都討論著大陸會不會清廉啦 就是不是清廉啦 會不會放棄那個動態清廉的政策 那麼上個星期就拿了 可能大家都知道 破了一票的攬水下來了 因為中共的會議會議會都講了 堅持習近平的動態清廉的總方針不動搖啊 那麼現在都看到 還有另外一方面看到大陸的環境就是公司行業 那麼劉強東都走了 現在大陸都有這些信息都顯示著 有發展五萬個公消社 所以之前的信息說了呢 就有媒體報導要抄出 差不多有一萬個高收入的中國人要走啦 我記得我是昨天看過一個 就是YouTube頻道啦 有一個QA我講就是 在上海呢就有很多人買 就是很難才能買到機票 就有飛去外國的 就是高價 誰知道上了飛機之後呢 那個飛機達人之間有事呢 他可能就要下機要轉第二個機 但是如果你要轉第二個機 你的行李拿不到喔 那個行李還在這個飛機上面 問他們走不走 誰知道原來那些人差不多起床 就是毫不動搖的 就是行李不要快點上飛機去走啊 所以現在整體的環境 商務先生怎麼看大陸那個政策 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去到幾十年代 之前那個大島 但是倒退到那個年代那個模式啊 那個經濟啊 經營啊 政治模式啊 對中國未來 就是我自己啦 對中國未來五年的這個走向是悲觀的 悲觀的原因是什麼呢 我看到習近平此盤 近這幾段很多新聞 我看到一個重要的痕跡 習近平不只是想要效法或者追隨毛澤東 他要超越毛澤東 他的心態就是覺得 毛澤東是在紀元紀上面跌倒 在五十年代初 三反五反的公銷社 在五百年之後的三面紅旗的所謂的公共食堂 在這個五十年代初 三反五反的時候公私合營 他覺得毛澤東在那個地方跌倒 導致到後來就是說 餓了很多人 然後呢 劉少奇有七次人大會搶他的位 之後才有文革 這個大家知道歷史這樣寫了 所以他認為呢 他現在中國底氣大 他覺得他做得更好 所以公銷社 表面上是叫什麼呢 被戰 就是說呢 避免戰爭 或者避免打 就是預備打人家的時候呢 有自己的公銷社 或者美國、日本打他的時候呢 他有自己的公銷社 完全可以產生的 其實這個是完全沒有常識的 因為這件事 如果一旦戰爭發生呢 他搞這些事情 完全是多餘的 尤其是越集中 綿密的系統 越容易被衝垮 因為戰爭很著重的是機動性 就好像踢足球一樣 有機動性 有基本的掌握力在軍隊裡 其他東西是有機動性 你完全統構統銷的話 你自己提起更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所謂的公銷社 跟統構統銷開了個口 控制農產品的價格與數量 當然 當年就是說 將那個價格壓低 所以農民不只是吃菊種 他隨時可以將那個價格壓低 是國家定價 誤信的就用槍槓子對付 封村來對付 所以今時今日做這樣的事情 為什麼動態清零 有些人說不出一個重要的原因 動態清零的重要原因 為什麼搞這麼久 就是為什麼呢 中國是一個社會信用系統 它不是完全配備好的 就是說它要每一個地方 裝到完全監控之前 它要訓練到每個地方 有一個物理上的風雄 而等到社會信用系統齊備之後 就算解除了這個風控之後 你都完全被我全天候監督死 就算在沙漠中去到哪個位置 都有人在看你 這件事就是 共產黨整個心法的重點 好了 動態清零就可以備戰 就是準備戰爭 運放 每個地方玩來玩去 一個地方 譬如整個河南 只有8宗確診 台灣每天超過1萬宗 今天2萬多宗 河南整個省 8宗 鄭州7宗 就把整個鄭州 富士康床封 封毀了它 好了 說是封 那些人走了 然後你說解封 沒有24個小時又封回 這些這樣的玩法 已經不是防疫那麼簡單 是將人處於一種高度不確定的狀態 它知道它會反覆長期隨時被人封恐 這個才是共產黨玩人的最高的一個點 你說會不會有人解除這些所謂的動態清零的話 我真是想藏你的心 我覺得 就是有些人會占卜 就是說去到明年的年尾 就是這樣很多事情 很多惡心出來 很多的假設 我認為共產黨的心法 就會等到它整個社會信用系統 天眼全部準備好了 網路實體 每個人心跳多少下 在哪個地方去做 都完全具備的時候 就會解除這個所謂的動態清零 所以為什麼動態清零 總方針不動搖 去等待全天後 全時後的所有監獄齊 給大家為止 這個就是真正的1984 真正的動物農莊 是比1984動物農莊 更加嚴峻的一種極權的情況 它要超越毛澤東 因為它有底氣 它覺得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將全國人14億人 變成一個大動物園 全天後加5動物的情況之下 就可以做好公消社 做了食堂 做了公私合約 公私合約 就是找幾間 那些文記全部食青瓜 全部一個 習近平的腦袋 控制14億人 就好像看很多的 Mummy的片一樣 一個主人翁 他控制了很多的魔鬼 很多的妖怪幫他打 有些最近的片段叫Black Adam 就好像一個魔獸 很多人在城市裡 在坎特區打仗一樣 那這些這樣的情節 就會在中國上演 這個變成一個很可怕的事 所以就是說如果這兩年時間 動態清理期間 中國人不反抗的話 看到很多中國人反抗的 廣西北海的市民 去集體衝卡哨抗議 什麼叫衝卡呢? 就是說有很多圍風的地方 衝破它 衝卡推搶 扎爛這個核酸的核酸庭 他們成功了 最後逼到當地的黨委 同意他們可以解封 為什麼? 你再不讓他出去的話 他暴如期正在來 他們要捉魚 北海就是在這個近越南的海邊 廣西的地方 你不讓他出去捉魚的話 他吃什麼? 變成這個要逼他們這樣做 官逼文化 但是河北的這個保定 有一個老爸 因為他的兒子沒有奶粉 斷糧 於是他很生氣 開著車拿著刀 要衝向管制的卡哨 最後他當然被捕了 以前的情況下 哇你真是 無期徒刑一次 這次罰100元算 還要送兩罐奶粉給你 是不是真的放了你不知道 但是他宣傳說 罰100元 給兩罐奶粉給你 回家 用這樣的方式來處理 可見 中國共產黨開始害怕了一些事情 因為他做這些演習過程中 發現到有些不尋常的發生 深圳武漢的人更加怨氣很大 他的實驗會繼續做下去 因為他等待整個動態清零完結之後 全天候監控 但是他的動態清零 會維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而這個時間內的人會反抗 反抗如果只是想想 不要核酸要自由 這句話就不通了 你要自由的話 還要解消了這個邪魔的勢力才會通的 我經常說反習不反共 道路一場空 今時今日 你不能夠衝向這個暴政 去要求民主要求自由 不是要求 是自己用雙手 用公民社會力量去做這些的話 一切都是枉延 所以我希望大家 看到這個片段很多在中國的人 能夠去看這個問題 我就是台灣人 但是我只是說 我也是離山的香港人 但是我們肯定 對未來中國的情況 這個是我們旁邊的很大的炸彈 很大的亂局 他們不覺醒 但是很難覺醒 他們不覺醒 我們裝著睡覺的話 我們的危機是一天都沒有辦法解除的 所以我們面對這樣的局面的時候 就希望通過語言去做這件事 我們不可能 我現在落車槍 進去廣州到廣西去幫你打仗 因為這個是你們中國 本身要處理的事情 但是我就說 應該是美國和很多國家 要在觀念價值觀上面 要宣渡更多 所以龐佩武做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就是拍了很多的影片 去講述這一點 我們希望通過我這個節目 和其他節目 我講清楚就是說 現在是關鍵的時刻 這個是很壞的時刻 但是最有機會的時刻 你不珍惜這個機會 之後就即更難犯 你覺得桑普說的話 是叫做妖言惑忠 或者我覺得是太極人憂天 那你就警密場而放眼了 我今時今日講的 我都為自己講的東西負責 是嗎? 今時今日我看到整個動態清零 不會一刻之間會消失 無論你胡丁潘 胡錫進 怎麼說呢 要全域整體管理 很難以持續的 但是他沒有給大家的時間 也都不會講什麼時候會完 我想很長的時間都不會完 所以說 7加3日來 頂多幾個月之後減到7 但是都要去被人家混 全部的人都要做核酸 減少次數 到哪裏有人來做生意 共產黨是犧牲一切經濟都要做這件事 你明白的意思 就是他要先做動態清零 後做全域管理 全天候監控 而這件要犧牲一切經濟利益 共產黨在500年的時候 可以犧牲一切交三面紅旗 他可以犧牲一切 你不要管他什麼目的 他全域管理所有的人 將所有人奴役化 不要對共產黨有希望 這個是無謂的 幾十年了 如果還有希望的話 就已經煙燒雲殺 在六四的時候已經煙燒雲殺 希望大家清醒一點 鼓勵這麼多一天 有勇氣 自由靠勇氣 和平靠實力 希望大家盡力而為 能講就講 能做就做 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力做好 應該要做的事 沒有犧牲是不會換來 就是沒有犧牲沒有奉獻 沒有勇氣 是不會換來明天的明天的 明天的光明的 希望大家加油 這麼多這些 是個什麼 冷靜的 方向 是 否 超級大